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的就是呢 美国股市在上周五介入的这个飞农数据的优秀再次出现上涨 以及呢 澳元目前中期突破了一个下行的空间 虽说我们昨天知道美国股市在昨天没有什么太大表现 但是在上周五呢 的确是出现了一个较大了涨幅 特别是像道琼斯 涨幅高达了超过400个点以上 其实在上周五个交易日中 美国股市出现了三天上涨 一天走平 一天下跌的局面 一共呢 全周上涨了3.54% 那为什么美国能够涨这么多 其核心还是因为有两点 第一 美国的经济数据目前表现还是不错的 上周五发布的飞农数据呢 其中新增就业人口呢 大大超过了预期 达到超过31万人 那么我们知道呢 这个美国的经济好 那么投资者对于股市长期的走势就会看好 第二点呢 在发布了这个就业数据以外 美国还同时发布了这个工资时薪 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工资增长的一个幅度 但是这个数据呢 则小幅的放缓 但虽然说工资增长放缓 但是这也帮助了美国股市再次提高 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就像澳洲一样 工资增长缓慢 就潜意识意味着呢 民众的消费能力增加也会放缓 那么消费增加放缓 也就势必会影响到我们说到的通货膨胀 这个上涨的迟缓 而每一个国家的央行在确定加息还是不加息的时候呢 重要看的三个数据 第一 GDP数据 第二就业率 第三也就是我们说的物价上涨 所以说物价如果迟迟上不去 那么最终美国像年初所说的可能加三次 甚至于四次 甚至于五次这样的高频率加息 几率就会大到的降低 但其实我在想有的时候 这样的情景似乎在前几年也出现了 每一次美联储都是在年初的时候 给予了市场非常高的预期 但是到后面逐步逐步打击人心 通过管理预期值来控制股市和控制美国的美元走势 就像我们之前反复说到过的 一个公司你就算在赚钱 但是如果你赚钱的数量没有达到股东对你的预期 那么它的股价也依然会下跌 所以说我们说到的预期值和实际情况之间的差别 通过管理这个预期值就能够达到一个控制价格走势的作用 这种手法对于美联储来说 在过去三年一直在使用 而且使用的非常不错 所以说我们知道上周五的数据 一个是就业人数增加非常好 但是工资增长缓慢 这两个因素都是对于美国股市是上推作用 但是对于美国加息 特别是后者来说工资增长缓慢 潜台词就是通胀恢复的速度也会放红 好了说完了美联储以及美国股市以外 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个话题就是澳元 我们知道澳元的走势从年这个1月份 2018年1月底开始从高点回落以外 到现在为止几乎来说呢 始终还是在一个偏低的价格 但是我们要说的是但是 我们可以看到从高点向下的一个趋势线中 这个价格呢已经在大约是0.7840附近被打破 我在上周某一个时间也跟大家说到 澳元一旦成功爬上了0.7840 那么呢它就能够逆转现在的一个下跌趋势 这个形式从现在看来似乎是正确了 如果这个价格能够继续保持一天到两天 那我们相信澳元呢将会率先扭转这个从1月底以来的一个下跌 所以说我们做澳元的朋友们来说 从现在短期和中期 如果做短期的那么可以在突破新高之后再次进场 如果做中期的话呢只要不再跌回去 那么澳元都属于一个突破了下行空间的上涨 以上就是今天我们说的题目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GoMarkets每日三天 再多说一句 在今天晚上的时候呢 10点30分会发布英国的财政预算数据 11点30分是美国的月度核心通胀数据 这个数据非常重要 到了晚上1点15分是加拿大央行行长讲话 因此今天晚上对于美元走势 美股走势以及加拿大家元来说都会非常重要 大家一定要小心微妙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